我们准备来拍张大合体 代表国民党参选台中第七选区立委的林佳新 22号上午在大理区成立竞选总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台中市市长 卢秀燕也到场协助造势 而代表民众党参选中一选区立委的蔡碧如也在台上 和卢秀燕一同紧签林佳新 宣布这是首次蓝白合体为参选人造势 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 面对朱立伦和卢秀燕的公开表态 蔡碧如笑容满面 表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对此乐洁启程 打出合体牌设法集中选票 但却对以国民党籍参选中一立委的 刘登忠相当不利 对于蓝白合体大力抨击认为市长已经沦为选举宣传工具 最后表示自己不论以核中党籍参选定会应战到底 而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同时身为台中第一选区立委参选人 同样对蓝白合提出质疑 认为国民党弃守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已经失去蓝白合的意义 三连新闻市议会林威志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